公主被女无诅咒 将来只能嫁给一个贫穷的鞋匠 国王为了阻止此事 就要把公主一辈子关在塔楼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龄波鞋油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 清新唯美的童话电影 《公主与费鞋匠》 话说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掌管日出日落的太阳神女 神女有一只公鸡 每当公鸡打命时太阳就会升起 可是有天,已经将近中午 太阳却迟迟没有升起 正在国王一家急得不知所措时 神女来报告说 就在这时 黑暗女巫母女表明逊赶来 她前公鸡提名打扰了自己 于是就把公鸡做成了烤鸡 说风各执一词 请求国王主持公道 结果国王是个糊涂蛋老好人 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韩式金卡公主聪慧勇敢 坚定地站在神女这边 国王在女儿的见眼下 这才判处了黑暗女巫白诉 如此一来 那只公鸡也立刻呼啦过来 随着公鸡一声提名 金三三的太阳也随即升了起来 女巫当然非常地恼火 她于是就诅咒金卡公主 说她将来会嫁给一个贫穷肮脏的鞋匠 让人吃笑 公主倒是不以为然 只要自己喜欢 鞋匠也无所谓 神女见状也很佩服公主 说完之后 神女就化作一道金光 离开了这里 然而国王却并不相信神女的话 她觉得女儿要是嫁给一个鞋匠 再幸运又有何用 为了阻止此事 国王就下令 立刻将金卡公主关进塔楼 让她无法接触任何外人 另一边 话说女巫下了诅咒后 自然要找个鞋匠实现此事 正好当时 有个名叫杰拉的鞋匠 正在寻找羊皮 女巫于是召唤出扫把恶魔 让她送给杰拉一张羊皮 杰拉于是用这张羊皮 制作了一堆翅膀 结果果然像她梦想的那样 自己果然飞拉起来 她一路飞越了山沿河流 正好落到了国王的城堡附近 正好这里有个智蝎的作坊 老板也正在招聘帮手 杰拉于是就留下来 在这里当了一名鞋匠 后来老板就把 公主被诅咒的事告诉了杰拉 喊说公主非常可怜 一直被囚禁着 不能捡任何外人 杰拉听后非常好奇 同时也非常同情这位公主 于是那天晚上 杰拉就靠着杨平翅膀 飞到了塔楼 她一见公主这么美丽 不禁就有些心动 有些紧张 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何 就是想过来看看公主 金卡公主被关了这么久 早就百无聊赖 苦闷得很 如今有个这么英俊的青年来访 她当然非常的高兴 两人还没说几句话 感情就已经在心里生根发芽 第二天时 公主就早早该走奶妈 盼着夜幕赶紧降脸 果然到了日幕时分 杰拉就如约飞到这里和她相会 这次杰拉汗特意带了一双红色五鞋 送给了公主 公主非常喜欢 但当时她并不知道杰拉是个鞋匠 不料这事 国王和奶妈造一首拉多事 终于抓到了公主 公主赶紧让杰拉藏起来 还向脚片说这里没人 但国王早就让人在地板上撒了泥土 看出了脚印 公主健壮立刻就该口说 来的人是一个天使 国王当然不信 觉得那个小贼一定是个鞋匠 正当国王令人搜查时 杰拉也早已追满好了翅膀 最后她就带着公主 一会冲天 离开了他楼 国王哪里见过会飞的人 所以觉得接着公主的一定是个恶魔 这是黑暗女巫母女 也是开心的受无足道 她满恶毒的诅咒 眼看着就要变成现实 后来杰拉就告诉公主说 不料公主听后并不介意 她还开心地说 以后杰拉做鞋 她到集市卖鞋 日子也照样能过 从那以后 公主就脱下鲜烟的公主裙 变成了一个鲜亚姑娘 但因公主从未干过家务 所以一开始做得非常差劲 女巫现状简直开心地要死 她认为杰拉一定会心成不满 甚至对公主吹鸟相加 但是杰拉却并未责怪公主 反而很欣赏她的勇气 这下可把女巫母女记得够呛 眼看一记不成 女巫就想出了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 那天她们办成不自商人 特意到公主的摊位买鞋 然后就趁机将公主变成了一只白鸽 将她抓了回去 等到杰拉前来寻找时 只发现了公主的一只红鞋 正在杰拉愁眉不展示 鞋子却突然指向了一个方向 杰拉立刻明白了过来 鞋子是想告诉她公主的位置 于是杰拉就背起行囊 天涯海角她也要找到公主 可是一路走来 她却被红鞋引到了一个昏凉的地方 就在这时太阳神女突然出现 原来是她把杰拉引到了这里 她想让杰拉帮自己修复一双破损的金鞋 试成之后 她就答应杰拉实现她的一个心愿 修鞋这种事杰拉当然是收到亲来 果然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杰拉就修好了金鞋 神女穿上鞋后非常满意 于是就让杰拉说一个心愿 杰拉也不要金山引山 她只想知道金卡公主在哪里 神女于是告诉杰拉说 公主现在被女巫囚禁在一个破旧的城堡 虽然那里地势险要 但杰拉还是决定前去营救公主 杰拉的勇气让神女非常敬佩 她于是就送给了杰拉一枚戒指 杰拉谢过神女后便一飞冲天 飞到了那个城堡 当时金卡公主被困在一个露天的塔楼 她穿着破旧单摸的衣裙 忍着冷风和饥饿 每日每夜地为女巫制作鞋子 稍有池物就会招致女巫那个 恶毒的女儿的打骂 杰拉趁那对母女不注意时 就将那只红鞋扔给了公主 她让公主忍耐一下 等她找到绳子就把公主救出来 不料那天晚上 女巫还是发现了公主藏的那只红鞋 公主被逼无奈 正好告诉了女巫 她刚才见了杰拉 女巫于是坐着扫把私处寻找 好在并未找到杰拉 但她一怒之下 就把公主关进了饥饿之塔 如果她再敢和杰拉联络 就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并且为了让公主永远失去心爱之人 女巫就调制了一锅忘情水 能让杰拉彻底忘了公主 好在这时杰拉终于变好了一条麻绳 结果她刚把绳子递给公主 女巫就召唤了一群乌鸦 杰拉好不容易摆脱了乌鸦 结果又遇到了扫把恶魔 最后杰拉被逼到了塔罗的边缘 情况非常的危急 好在她突然想起了戒指 赶紧把戒指掏了出来 随着戒指射出一道金光 恶魔立刻被烧成了灰烬 黑暗女巫也害怕这样的光芒 她们本来想逃离这里 但是正义的太阳神女没有放过她们 神女最后发出了一道三倍真火 将她们也烧成了灰烬 同时也摧毁了这个邪恶的煽动 好在杰拉靠着羊皮翅膀 最后带着公主逃离了这里 但不幸的是公主离开时 随手拿走了女巫的水壶 因为她见杰拉受了伤 就想让她喝点水恢复体力 可惜公主并不知道 水壶里装的可是女巫的忘情水 后来公主到河边搭水时 正好被搜寻她的士兵发现 士兵为了赏金 就会话不说将公主强行带回了王宫 公主一边挣扎 一边呼喊着杰拉的名字 可惜杰拉已经喝了忘情水 早就忘记了金卡公主 即便她发现了公主的红鞋 只可惜什么也想不起来 另一边 公主回到王宫以后 整天一泪洗面 哭着要见杰拉 但是国防坚持不肯让她再见那个鞋匠 既然现在女巫已经灰灰烟灭 国防也就无所顾虑 于是她就决定 立刻为公主挑选一个王子 果然没过多久 三位年轻英俊的王子就慕名而来 正在国防担心 公主会耍脾气不肯出来时 公主却大摇大摆 真心自弱地走了进来 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她的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 公主随即撂下话说 这是一个王子接受了挑战 他于是要来公主脚上的红鞋 说要一次寻找另一只 但是这个王子非常鸡贼 他可不想大海捞针 而是想让鞋匠制作一只一样的 正好这个鞋匠就是杰拉的老板 当时他业已年老力不从心 于是就推荐了杰拉 杰拉接过任务后这才发现 自己也有只这样的鞋子 他突然间想起了一切 这就是当初他送给金卡公主的鞋子 听闻王子想依此应许公主 杰拉就把另一只送给了王子 当公主看到这双鞋时 感动之余也不禁有些奇怪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了塔楼上的鞋匠杰拉 这下公主终于明白 原来是杰拉送来了另一只鞋 公主立刻跑到塔楼 说什么也要和杰拉结婚 不然就再次冤怒高飞 国王虽然很无乐意 但实在不想公主再次离开自己 于是就只好答应女儿 索性就让她嫁给鞋匠杰拉 该片画面唯美情节紧凑 两女主颜值也都在线 特别是太阳神女的造型 仙女仙气金光万丈 非常童话非常养眼 该片即便在生产童话电影的 杰克斯洛伐克 也算是一部上场之作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